给你一个机会 你会选择哪个新神呢 风瑶新神 新神里的大善人 只要你想要长生不老 风瑶新神就会给你们不死之躯 但是因为这种不断给百姓赐福 生出了风瑶孽 铜斜新神 为数不多能干掉其他新神的存在 秩序新神就被铜斜新神给同化 从此变成铜斜的一部分 毁灭新神 新神里的狂躁大爷 毁灭最为最后诞生的新神 他始终觉得智慧生物的存在会带来战争 导致宇宙的最终灭完 所以他的宗旨就是把宇宙灭完的脚步加速一下 存护新神 目前出现的新神中年纪最大的 铅铁使用的纪元琥珀计 就是由存护新神开启的 群猎新神 他原本是仙洲的人民 选择合体成为新神的原因 是为了拯救当时的仙洲 和能量生物碎环 成为新神后一直带着仙洲之名 对风瑶新神穷追不舍 繁育新神 被不朽新神分裂衍生而出 后来成为众神追击对象 并且放弃了繁育 被命途反噬而毁灭了 欢愉新神 星铁乐子人 只要是他看上的乐子人 就能踏上他的命途 是为奥能打破第四面墙 清楚知道自己存在于游戏的新神 屈无新神 目前最强的新神 哀行神格 是除了欢愉以外 能够打破第四面墙的超级存在 致实新神 由AI发展形成自我意识的新神 他就是为了演算宇宙的意义而出现的 模拟宇宙也是他演算的一部分 静命新神 记录着星铁宇宙的历史 如果你看见他 就意味着你即将创造改变宇宙的历史 如果要你选 你会选择加入哪个命途呢